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之二 好 來看一下 上次我們是不是在講解不等式的地方 來看到這邊 在這裡他告訴你說 如果A-B大於0 那我問A跟B誰大 如果只單單看這一句的話 是不是知道誰比較大 A 對啊 A大於B 是不是 因為相減你想買一個大的數 減一個小的數字 是不是才會大於0 對吧 那如果A-B小於0代表誰大 A-B小於0就是 A小B什麼大 小的數比如說3-7 是不是就會負4才小於0 這個相減大於0的 就是前面這個數字比較大 這個相信你們應該都知道沒有什麼問題 好 然後大不等式 如果他現在告訴你A大於B 然後A B C都是任意數 我左右同加C 大小於還是不變 可不可以 或者是說我左右同樣解掉C 大小於也沒有變 OK OK 可是如果今天換成乘或除 就不是這麼回事囉 他說如果A大於B 我A A乘與C跟B乘與C 還維持大於 前提是C一定要大於0 我上次有沒有講過 如果你乘的數是小於0的話 就要怎麼樣 變什麼 就要變號 對不對 上次是不是有講過 等一下就要考囉 仔細聽喔 所以如果除也一樣 我今天除以一個小於0的數字 比如說C是不是小0 我的A B 本來是A大於B對不對 那為什麼除以C 你看他變號 變成小於 本來說大於變成小於 都是一樣 只要乘除負號 是不是都記得要變號 來舉個例子 3X-5 假設小於5X 怎麼算 怎麼算 怎麼算這個 是不是要把X移到同一邊 所以是不是3X 4-5X對吧 然後-5呢 -5要怎麼樣 移過來會變什麼 正的 是不是加5 那請問一下 3X-5X是多少X 對 是不是-2X 小於5 那請問解X的時候 要把什麼 要把-2怎樣 除過去 除以-2 是不是等於乘以2分之 -2分之 1 所以在這邊 所以在這邊 是不是小於要變大於 所以X是不是大於 負的 2分之5 可以嗎 等一下會考不得喔 OK嗎 好 那再來 給你們練習一下 我們來練習一下 找一個題目練習 我們來看看這一題 我們來看看這一題好嗎 他說呢 下列有關部整室的運算 看到第八圖 他說下列有關部整室的運算 何者錯誤 他說A大於B A跟B都加C 來加上了這個C 會讓大小於變號嗎 不會 是不是大於還是維持大於 所以這個是對的 好再來 A大於B 如果同解一個數 我剛剛是不是有講 加減是不是都不會影響大小於 就是大於還是維持大於 可是如果我今天A大於B 同存於一個數 會不會變號 有可能 不是絕對 為什麼 他有告訴你C大於0還是小於0嗎 沒有 因為C不知是否為正或負 所以沒有辦法判斷 所以這個是錯的 所以大家要選C 那為什麼豬是對的 因為豬它是除以一個什麼數 是不是正數 所以大於本來是大於就還是大於 這樣OK嗎 這一題等一下會考類似的觀念喔 自己要注意一下 好了 都寫好了嗎 不知為正或負 好 那我們來練習一下 就是 你們找那個 Homework上面有一個空白的地方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空白的地方 在那個 剛好這個剛剛第八題的上面 出幾題來讓大家練習一下 多久 有些人 都寫到 那個 相當地 很難的 有些人 都寫得 做 有些人 都寫得 很難的 能不能 都寫得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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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好 自己已經把它寫起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怎麼計算 寫好的可以先算看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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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存下 好 好